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我国涉税专业服务的行政监管的范围 那谁在做监管啊 行政监管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税务机关了 对吧那为什么不让司法机关去监管我们 因为司法机关管的是司法的 对吧他应该管的是律师 那行政监管那就是税的那就是税务机关的呗 对吧因为他管的是税 OK好那对应的像会计 那会计部分的人都是财政部门 那就是财政机关 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对的就是这种专属的税对税 会计对会计司法对司法 对吧就是我们行政监管就是我们税务的机关 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硬的一个监管 后面在第四节我们学习到对的像一些行业的监管 相关来说更多的一些一些一些软的一些监管 软硬监是吗 在一开始框架的时候讲过的 那主要的支点主要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监管谁 你做了什么 那对呢我就一些从业的一些信息的管理 你要去做实名制你要去进行一个报告 对吧你监管了之后看一下你到底干的怎么样 我得给你进行一个评价信用的评价 到时候我看一下你的结果干的好的还干的差的 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公告一个推送去给你发个榜出来 对吧这几个小朋友干的不错 贴头小公关这个小小朋友太差了 对吧行为习惯太差了 到时候就给你就是黑名单 对吧第四个你有没有违法违规 那对手就会给你一些责任 好然后最后的话因为我们是税务机关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何去优化以上的服务啊 就一个优化服务的一个措施 好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从业信息的管理 从业信息的管理说我是谁 对吧我现在是谁 我是税务市和税务市事务所 那你就要进行一个实名制啊 你做了什么事啊 那就业务的信息的一个报告 对吧而针对我们刚才讲过的那四项 四项风险大的可能会做四项信息的一个产机 对吧好来第一个实名制管理人员的原则 谁就是你的基本信息 目前社会机关因托经税系统 建立了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的信息库 经税系统你看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核心 对吧好不断的在我们的升级优化 从经三经四逐步逐步 后面还有经五经六对吧好 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 进行实名制的管理 说白了你是机构 把你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你相关企业的信息你在哪里干什么 你人员身份证号 你的证书号码你得给我呀 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你整个那个真信你得给我 是实名制的管理 第一对涉税专业机构的一个要求 一税务市事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 提供的涉税专业服务 应当向税务机关去报送相关的信息 第二报送的内容 第一个你机构是什么信息 人是什么信息 你到底签了哪些协议 你到底接受了哪些委托人的业务 对吧 都得报上去 所以说只有报机构 报人 报协议 第一提供机构的实名信息 包括赶部限于 你的服务状态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 对吧 你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名称 你叫什么什么事务所 对吧 你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是谁 对吧 机构类别 对吧 你的证书名称及编号 加入行业协会及行业协会的会员编号 对吧 你现在你加入这个协会 那这个协会他就会给你个会员编号 对吧 就好像你们最终考完的这个税务师之后 如果说你入会了 就会给你个会员证 会员证上面就有个会员编号 好 第二个 提供涉税服务人民的实名信息 对吧 人员不能放过 包括但不见于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萧勤初 我的身份证 件总内是身份证 对吧 我的身份证件号码是多少多少 5134多少多少 从事了多少年的社会专业服务 10年 电话是多少 对吧 你的学历呢 博士 对吧 涉税专业资格证书呢 我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对吧 我是税务师 我是高级会计师 对吧 你的编号也得给我写上 对吧 行业协会的会员编号 对吧 就好像注册会计师 有我们对应的一个会员编号 我的税务师协会 也有他的一个编号 对吧 都有对编号 对吧 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之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人员基本信息采取标 对吧 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 应当自变更知识起 30日之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供涉税专业服务之前 你机构要报一下 我有什么人 我有哪些人 对吧 那后面就不用报了 反正都是这么多人 但如果是人发生了变动 比如说离职啊 比如说新入职的 发生了变更 你还得重新去报一下 变动部分的 该表的内容 对吧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暂时停止提供 涉税专业服务的 应当你完成或终止 全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 后向主管税务机关 去报送该表 恢复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 应当于恢复之后 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该表 对吧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可以根据资深的业务特点 确定本机构报送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 基本信息的 具体人员的范围 比如说 我现在一个企业里面 可能ABCDE 现在有这五个员工 我可能只能ABC 去做相关于税的这个 而第一来仅仅只做些行政管理 那你就把ABC给我报上去就行 你自己去确定就行 但你得报 第三个 你现在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你现在到底接受了什么业务 对吧 你提供了哪些业务 那你的业务委托协议 就要进行实名 包括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说白了就要搞清楚 是谁委托你 就要把委托人报出来 他委托你干什么 因此 那最终就要把委托人也得报上去 委托人的名称 委托协议采集的编号 服务期指写 你从什么时候干 什么时候指 你做什么 你是做土地增值税的监证 还是去做了一般税务的咨询 还是做了专业的税务的顾问 那谁去啊 服务的人员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首次为 委托人提供业务委托协议 约定了涉税服务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去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说白了 你得干之前你就得报 你不能说干完了再去报 所以说是在之前 一定额角钱 业务委托协议发生变更后终止 那因为这就发生了变化 那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期 三十日之内 你得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表 对吧 一开始要报 变更了或者终止了 发生了变化 你也得去重新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仅采集要素信息 对吧 业务委托协议的原件 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和委托人双方留存不着 我仅仅只要你的合同里面的信息就行了 我不要你的合同 合同是你们两个直接拿着就行了 我只要你们的要素信息 对吧 比如说现在你什么时候去干呢 你的服务期的时间 你干什么啊 服务项目 谁去干啊 对吧 你委托人是谁啊 对吧 我只要去关键的要素信息 合同你们自己拿着 不然掉了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对吧 好 就是这样的情况 特别提示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难以区分一般税务咨询 专业税务顾问和税收策划 三类涉税业务 你说 有的时候真的分不清楚 我这个到底业 这个业务 比如说我现在 我具体针对到这个土地增值税的这个业务 我到底是对他进行一般的税务咨询啊 还是我去专门去给他当个顾问啊 比如说他现在来找我 找了我十次 我感觉有点像一般税务咨询 但找了我十次找这么多 我感觉有点像专业税务顾问 但是他又没有明说 那我其实还是给他的一些建议 帮他进行税收的一些策划 这三类我也分不清楚 那这个怎么办 你都分不清楚 这样我们就尽量的去简化 其实就体现了我们那种放管 不得这种概念 税务机关就尽量的从宽简化的去管理你 就按照一般的税务咨询去填报就行 不然到时候你要去还去做专门的这种信息的采集 对吧 简化就行 对吧 对于实际提供纳税申报服务而不签署纳税申报表的 可按照一般税务咨询去填报 仅仅帮你去申报 最终是不签署了 就是给你点意见 那就是个咨询呗 对吧 好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跨地区设立 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 包括分所或者分公司 因为你们会发现很多事务所都有分所 比如说像我们对应的 像我们的立信会计事务所 对吧 他其实是在北京 对吧 他其实在上海 那对应的他还有成都的分所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吧 我们的数所经常就有分所的概念 可选择由总机构向所在地主管事务机关 汇总报送分支机构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对吧 你可以去汇总 也可以选择由分支机构自行向所在地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 你总机构也可以报 你分机构也可以报 还是一个原则 我们现在整个的税收这个监管其实进一步的是方法服吧 对吧 从宽解化 好 第三个 如何去报啊 就一个报送的途径 那涉税专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通过网上办税系统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对吧 尽量少到现场去尽量网上去办这些系统对吧 网上办事系统去报送涉税专业服务的基本信息 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通过网上办事系统 报送了比如说WiFi段 对吧 那你可以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 什么叫非征期 不在征收期 对吧 你在征收期 那时候你都在交税了 我忙得很 税务机关忙得很 别来别来 你就报个信息 非征期我闲程顺利再来 对吧 你看有道理吧 对吧 所以说程序的东西 其实我只要讲一遍 你们永远都忘不了了 重点是有些同学耐不下心来 你现在小老师你看这个 我看不懂 看不懂就听我的课不就懂了吗 对不对啊 好 所以说我们老师的价值就是让你们秒懂 不让你们背 是吧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应当通过网上办事系统 报送涉税专业服务 业务信息 好 第四个 你要是没有按照要求去报送 那对不起 你就要去处罚 怎么处罚 你没报 赶紧报啊 改呗 对吧 如果说你投铁 我就是不报 那我就把你的信用等级降了呗 我还是投铁 最终你被拉到黑名单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投铁的一个过程 对吧 一开始没有做 改 对吧 你还投铁 还硬着头皮 降机 实在不行 给你拉到黑名单里去 对吧 好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未按照半税实名制要求去提供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实名信息 你没报 你就错了 错了第一件事情 那你未按照业务信息采集要求去报送 从事涉税专业服务有关情况 或者报送信息与实际不符的 你就错了 那就由税务机关就责你限期 赶紧赶 如果不改 我就请你喝个茶 当面我教你怎么去改 请你去约谈 这个茶可不好喝 对吧 这个茶 很多现在的 我上次到省税务局 某一个省的税务局 我不说是来的省的 他们专门去装修了一个约谈室 这个约谈室啊 其实很有意思 对吧 左边一个摄像机 右边一个摄像机 顶上一个摄像机 然后中间你就坐在中间 对吧 然后就给你配个桌子 然后给你配个椅子 就给你泡一杯茶 然后这边就是隔了一个镜子 后面就是我们的税务工作人员 跟你进行约谈 感觉你就跟犯了最远吧 这茶真的不好喝 对吧 说你们该改还是得改 对吧 如果你投帖不改正 就税务机关去降低信用登基 或者纳税信用纪录 对吧 暂停受你所带着的涉税的业务 暂停期间不超过六个月 如果六个月你还是不恢复 你还是不去报 那这种就叫情节严重 直接给你拉到黑名单里面去 这个黑名单叫做失信的名录 以后你就再也不要想干任何事情的 对吧 由税务机关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 只给你六个月的时间 最多就是六个月时间 你再不报你就拉到黑名单 对吧 予以公告 向社会信用平台推送 到时候就要去发微信 公众号里面有你的名字 短信里面有你的名字 让LED屏幕上面滚动都是你的名字 还想干活你永远干不了 其所带你的涉税业务 税务机关就不予受理的 你排队排三小时 最终一看失信名录走开 对吧 你不要来了 对吧 这就是对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改降级加黑名单 这是对你的处罚 对吧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 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理 被占领受理其所带领的涉税业务失实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应当及时告知其委托人 啥意思啊 我被暂停了 委托人 你现在委托我做一个土地增值税的 一个清算的接证报告 结果我现在我被税务机关处罚了 那对呢 你叫告诉委托人 你不能坑委托人 因为你的业务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了 对吧 你得及时去告知委托人 好 第二个 对纳税人和扣角义务人的要求 纳税人扣角义务人确认办事信息 要区分自由办事人员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代理办事人员 啥意思啊 现在如果说 现在要进行个纳税的一个申报 这纳税申报 这里一个A企业 那最终你现在到窗口上面去 有一个假 那到时候这个假去就去 最终就报到了税务机关 那我就问这个假 到底是你A企业的 还是税务师事务所的 你得分清楚啊 最后我才能够去找几乎是谁报的 到时候打板子 能够打到他身上去啊 所以说你要去区分 自由的办事人员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 代理办事人员 这样你的业务就更加清晰了 对吧 实现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 和纳税扣角义务人员的 全面动态 实名制的管理 你是谁 你是哪里来的 你做了些什么 这样就很清晰了 区分自由的 这个A企业自由的 那就是对应的是自由的办事人员 如果是税务师 那就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 代理办事人员 好 第二个 业务线线的采集 我叫去采集它 你就做了什么事 重点我要去关注 四项高大上的业务 对吧 哪四项啊 那无碑就是 专业税务顾问 税收策划 涉税见证 和纳税情况审查 这四项一般来说 风险大 金额高 所以说 专门就要把它进行一个采集 对吧 以及 你还要去看一下 你的年度的一个报送 是每年的3月30号 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 你首先要去对四项者 高大上的业务 你要去做一个专项 你其他的一些 一般的业务 你还得 是要去进行一个报送 到时候你再把这个年度报送的时候 你再把它对应的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还是要报一下叫年度的一个报送 对吧 好 税务是事务所 会计是事务所 历史事务所 应当于完成专业税务顾问 所以说策刑 涉税界的纳税情况审查业务的 次年3月31日之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去报送 专项看 专门一个专项 专门要去报送的专项业务报告要素 信息采集表 实名制包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名称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名称 委托协议采集编号和业务完成时间 服务项目 业务报告签署人和业务收入金额等 想想这个专项的报告 其实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去考试的时候 每年都有一个期末考试 对吧 中间有半期考试 到时候最终就要把我们的最终期末考试的成绩 和中期考试的成绩 专门打出一张表格出来 然后给我爸爸 然后回去我就就被打一顿 这是个专项的报告 但是你会发现 平时其实我们还有周考 对吧 还有月考 像这种不太关键的 我们就放那种年度报送里面去 就行了 其实这个整体的意见就行了 好 第二个 其他业务的一个报送 上述四项涉税业务 服务之外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于完成涉税服务 业务之后 向主管收入机关去报送服务信息 他就没有那么专项 对吧 完成之后再报就行了 第三个 年度报告的一个报送 那就是有整体的一个情况 这是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于每年3月31日之前 以年度报告的日 你这一年到底干了什么 向所有机关去报送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表 就是做一个总结 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况 实名制信息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对吧 联系电话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数目 包括从事涉税服务的外籍人员数 税务师人数 律师人数 注册会计师的人数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和行业协会的讲解情况 服务项目基金复数 业务收入金额和涉及委托人税款的金额 去做一个联终一个总体 整体的一个总结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针对以上部分的内容 好 大家予以关注一下 可以了 感谢观看